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鸡厂英论》 来到我们英国买车攻略的第三集 在之前的两集跟大家讲了很多有关在英国找车选车 以至如何联络代理和他们讲假的事情 今集会集中讲下我们选定车后如何付款 Agent又如何交车给我们 以及有关汽车保险的东西 当中又会讲下究竟用英国的驾驶执照 还是国际驾驶执照去买汽车保险会便宜一些 又会继续分享我们的经历 包括在交车的时候 我们不记得留一个排保的copy 我们怎样最终拿回 而正式的lockbook排保 DVLA等了8个星期都未寄给我们 那我们又可以怎样去跟进呢? 在正式开始讲解之前 我想分享一下最近一次我们使用全自动洗车服务的经验 这种洗车服务在很多英国的游站都会找到 究竟它的收费是怎样? 有什么选项? 而两只鸽鸡 第一次的体验又是怎样? 稍后会有短片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的英国买车攻略第一集 都有跟大家介绍过在英国不同种类的洗车服务 而今次我们就亲身使用这种自动洗车服务了 其实在英国很多的游站都有这一类型的服务提供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不同的服务类别 最基本的就是纯粹清洗服务 如果要弄干的车或者打架 甚至有pre-wash 收费就会贵一些 以我们这一间游站为例 收费是介乎4磅到10磅 使用的步骤亦都非常简单 大家首先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车 适不适合使用这一种服务 如果你的车是有美翼或者有一些伸缩的天线 那就要注意一下 之后就可以进去油站便利店里买票 即是会给你一张印有启动密码的收条 然后就可以跟着步骤去使用 我们今次就选择了价值6磅的program 包括洗车和吹干车身的服务 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些新体验都是特别兴奋的 以下就将当时的情况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那之前跟大家介绍过洗车服务 这个就是洗车机了 对啦 我们就试用下这个autocar wash 帮小白洗澡 哇 洗白白 洗白白 小白洗白白 我可以看到什么 好恐怖 好恐怖 很有压迫感 你有没有搞恐怖的 啊 快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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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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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它像雲霜! 看看旁邊! WOW! 我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這裡有很多東西 有啊有啊 整個過程 過織完就說7分鐘左右 YES! 這是第二級服務 第三級服務 第二級服務 其實就是 比第一級更多 控肝服務 第三級有 蕭小姐 為何你要爬到後面 嘩 我的天 嘩 嘩 嘩 我的天 這是海魚 是這些海魚 嘩 所以還要突然聲音 我覺得是拍攝蕭小姐 我沒看電影 沒看電影 煮車裝置 嘩 那些風 水正在消失 好漂亮啊 這真有趣 那些風很強 挺有趣的 嘩 它的風很強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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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滴水不漏啊 看見 那些風 我向那邊吹 又向那邊吹 又向那邊吹 真是乾了 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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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水滴水滴水 哈哈 在上一集 也有跟大家說過 和Agent 講假的注意事項 而對於我們自己來說 其實講假的過程 就不是很久 我們也是和Agent 大約花了一兩天的時間 就完成了今次的交易 快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都比較急要用車 因為都要盡快出去找房子和看學校 而我們心儀的這架車 雖然同款的在市場上都有不少供應 但是要完全符合我們的要求 包括有自動波 柴油引擎 車身的顏色 有天窗 車輪和理數也不能太高 可以找到的選擇就不太多了 談好價錢之後 Agent 就第一時間叫我們落定 因為要落定 他們才停止再把這架車 給其他買家去考慮 而落定的金額就是250磅 由於當時疫情關係 我們不能夠親身去到現場 所以都是透過電話 將我們debit card的資料 提供給Agent去收費 看看買車合約的條款 如果你是正式去showroom買車 當然可以在現場給現金或銀行本票 如果你選擇給支票的話 就要預留大約10天的時間 等他們過數 然後才可以正式拿走你的車 如果你打算trade in你的舊車 也要申報這架車持有人的所有權益 以及這架車有沒有遇過任何意外 碰撞事故 有沒有向保險公司提出申索等等 落定之後過了兩天 我們就將買車的尾數透過網上銀行 過賣給Agent 因為超出了網上銀行每日的過數限額 所以我們就分了兩個戶口去做這件事 大家記得預先和Agent說聲 另外大家又要和代理了解清楚 你買的車何時要去做這個MOT Test 即是年度的驗車 如果是快到期要去做的話 最好就要求代理包含這個服務 這樣可以確保車完全沒有問題才交給你 在驗車的證書上 一般都會附有廢氣排放的檢測報告 這個也是驗車的主要項目之一 裏面有很多數字我都不太理解 不過最重要就是見到Pass這個字 在英國MOT Test的內容和香港驗車 應該是大同小異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網看看相關的資料 一般來說 都會包括測試一下你的車的懸掛系統 制動系統 安全帶 排氣的情況等等 交車的時候 另一樣要留意的就是Vehicle Tax 類似香港的排費 而排費的水平是視乎你車的規格去決定 在上一集都有和大家說過 其實排費是可以直接去英國政府網站上繳交 而我們當時就聘請Agent幫我們處理賣 但費用當然是由我們自己繳父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2月份買車的時候 lockdown還未解封 所以Agent是要把車 駕到我們家樓下交給我們 當時亦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就是Agent來到Canet Island的時候 不太懂路 最終要我們在電話幫他導航才能來得到 接著我們又看看買賣合約裏面的一些條款 有關Delivery的部分 有幾個日子大家要留意 如果代理他答應交車給你的日子 過了3個月都不能交車 那你是可以申請取消這次的成交 當然我們如果考慮二手車的話 一般都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另外又要留意 如果代理通知了你去指定地點拿車 過了14天你都不去拿 我亦都沒有完成付款的話 他們是有權取消今次的交易 同時在你的按金裡 扣除他們認為引起的所有損失 而我們經歷的交車方式 就是疫情之下的一種特殊安排 因為當時無法試車 所有東西都是遙距處理 所以有一些保障買家的條款 在合約那裡都會列明清楚 包括之前有提過 一個14天的無條件退貨期 所以大家記得在這14天裡試清楚你買的車 如果有問題就盡快聯絡agent 因為這個保障條款 在過了14天之後就會自動失效 接著說回當日收車的程序 其實agent來到之後 我們就下去迎接它 接著也是目測一下整輛車的情況 然後agent就把一些它帶來的文件 跟我們簡單地解釋一下 最後就把那個V5C 即是lockbook 拿出來跟我們做一個簽署作實的程序 在這裏又發生了另一段小插曲 當時我們簽了名 agent就說他都要趕回去火車站搭火車走 於是我們就載他去火車站 然後就很開心地開車回去Airbnb 如是者我們就用這輛車了開始 亦過了幾天才發現 好像我們沒有保持任何Record在手 即是說駕車就在我們手上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證明的文件 當時即時聯想起一些賣車騙案的新聞 就是說你給了錢給賣家 但是他沒有把那個排補的文件交給你 最終駕車都不當作是由你所擁有的 不過我們經歷的是指定代理 相對地是放心一些 但是我都第一時間聯絡車行 將情況告訴他們 之後他們就經email 將這份V5C2的表格全根交給我 上面是印了新車主的所有資料 將來DVLA是會根據這些資料 出一份新的正式排補交給新的車主 所以大家謹記在交車的時候 向代理拿回這份V5C2的全根 作為你買車的臨時憑據 以下就講下有關汽車保險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都不是十分熟悉 但是在我買之前 我都分別請教了一位在英國這裡 經已定居的香港朋友 以及一位英國的本地人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跟我說 其實買汽車保險的東西是很簡單 主要都是去一些格價網站找就可以了 而當中ComparedTheMarket.com 應該是其中一個主要的網站 這個網站也是相當簡單易用的 首先你輸入這架車的車牌號碼 以及有關它的規格資料 之後他會問你買了這架車未 例如你車的用途是怎樣 每年預計的行走理數是多少 以及你泊車的位置在哪裏 包括你晚上停車的位置 以及你擁有或使用的車 會不會多過一部 之後就是你的個人資料 以及你持有牌照的情況 在這裡大家就可以選擇 究竟你是用英國的駕駛執照 還是國際牌去買這份汽車保險 還會問你的牌齡是多久 其他有關你的一些健康狀況 以往有沒有試過伸索任何保險 以及有沒有干犯一些交通的規例等等 如果有Additional Driver 都要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接著就是你購買保險的類別 可以選擇全部 或者一般的第三保 以及盜洩保險 然後就是你的生效日期 願意支付的墊底費 以及有沒有NCD 大家都可以考慮四方面的額外保障 包括個人意外 Courtesy Card 即是如果你的車壞了 它是可以臨時借著一架車給你用著 接著就是Break Down Cover 這個就是一些24小時的緊急支援 如果你的車突然間在路邊壞了 它都會有熱線 可以有人幫到你 這個我們是有買到的 因為始終在這裏都是人生路不熟 即是不想有問題的時候 就求助無門 最後還有一個Legal Protection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再回答多兩個有關推廣的問題 就可以獲得正式報價 一般來說都會有二三十份報價可以看得到 它會由最便宜的那間開始排列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隨意選擇的這架車 最便宜的那間全補 就是555磅一年 重點來了 我們嘗試用同一架車的資料 翻轉頭 將牌照的部分由英國牌轉為國際牌 看看報價有什麼分別 大家看到 最便宜的那三間保險公司 都是跟之前一樣的 但是三份的報價都分別比之前貴了 如果用這個例子去看 證明到用國際牌 是會貴過用英國牌的 一年去計大約差額是七八十磅左右 這是說這個車款和這個車主的情況 究竟是否一定用國際牌買保險就會貴一些呢? 我們試試試多一個車款 剛才是Honda的CRV 今次試試這架Kia的Soul 大家看到用英國牌的收費是怎樣? 接著就試試用國際牌 發覺幾間都是貴了的 差價是八九十磅左右 那我們是否可以這麼快就下結論呢? 其實我自己曾經幫朋友試過找 發覺當時是國際牌比英國牌還便宜 亦有聽過一個香港朋友說 他身邊有朋友也有遇過類似的情況 我們又試試找多一架車去看 好,我們看看這架日產X-Trail 最便宜的三間保險公司 分別就是收緊六百零幾磅到六百二十幾磅 這是英國牌的 如果轉為國際牌 大家看到 剛才最便宜的那間公司 收貴了 變成六百九十幾磅 但出現了另外兩間公司 而最便宜的那間公司 只是收緊五百七十一磅 還比之前用英國牌去問價的時候更加低 我自己就不知道背後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臨時有些promotion 做給一些持有國際牌的人士 或者其他保險公司評估的風險因素 無論如何,大家在買保險之前都多做功課 因為真是每一架車 甚至每一個車主的情況都可能不一樣 我們買了這份保險之後又過了幾天 保險公司就E-mail給我們 要求我們提供一些證明文件 包括我們的NCD 我們是沒有申請任何NCD 所以就無需要提供 另外就是有關我們的駕駛執照 當時我們是將我們的香港車牌 我們的國際牌 和出發之前在運輸署申請的駕駛執照 細節證明書都提供給對方 確認好之後 保險公司就將一堆文件傳給我們 大家特別要留意有一份會列明了 有問題的時候 你應該打去哪些地方去找人幫忙 如果你有買到Rolleside Assistant 即是一些緊急路邊的支援服務 記得記下求助的號碼 因為萬一真的在公路邊 車壞了 就可以即時打電話給他們 找人幫忙 最後再講下有關 駕駛號碼 即是汽車排補的問題 買了車之後 我們一直都在等DVLA 將新的駕駛號碼寄給我們 但過了七八個星期都收不到 我們都有留意 V5C2的表格上有列明度 遇到這些情況應該怎樣處理呢 是需要填寫一份V62的表格去再申請 有關收費方面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你是新車主 一直收不到這個新的Lockbook 他們是可以免費幫你處理的 只需要將填好的V62表格 以及V5C2的表格 一拼寄給他們處理就可以了 表格的內容也是比較簡單 只要填寫汽車資料 你的個人資料 為何你要提出申請 然後簽署作實就可以了 我們三集的英國買車工量 總共差不多一個小時的影片 將我們的買車經歷 以及我們找到的有用資訊 完整地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善用 雖然我並不是什麼汽車的專家 但如果大家看完之後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發電郵給我都可以 在文字描述那裡 大家可以找到我的電郵 address 衷心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我們學雞頻道 請大家記得訂閱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以及給like我們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喜歡�隨便 訂閱 按照 點讚 訂閱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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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